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当时就很多外国的书信递过来 美国多久就有人送过来 美国多久就有人送过来 我经常有听我曾祖父讲 当时外国的欧洲的人写信过来 他只要写到中国五金府 这里就能够收得到 今天的五金府镇 风景秀丽 交通畅达 信息秒达 人们正享受着新时代 跨越发展所带来的新气象 筹谋着新的作为 而镇上的许多建筑 则依旧刻在着 这个传奇小镇 让人惊叹与称奇的历史 这样的一处欧式建筑 在小镇上绝称不上奇特 可从今天回望一百多年前 我们就会惊讶它们的存在 清朝末期 五金府镇来了许多西方传教士 从此 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 交融并产生火化 也开启五金府小镇 一段别样的文化繁荣史 清朝晚期 这个外国人 特别是英国人 他来五金府办教堂 办学校 我念初中的时候还是怎样 你只要写五金府 穿了五金府 我们就学得到 因为他的教会 在这里办学 他的通信地址很详细 五金府 地处越东大西北 这里世代居住曾姓族人 他们把这里称为龙的故乡 以山障为龙山 以流水为龙江 以风鸾为龙岭 以清泉为龙泉 越东著名的龙井水库 就坐落在这里 曾姓族人 善则沃土而居 把老寨渡 建在了龙身上 现在我们站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老寨渡 这个地方就是一条山流 就是一条山流 过去还看到很清楚 解放后变化非常大 原来的面貌都浅飞了 整个寨子呢 一共有三个大门 就是上 中 这个是中门 还有一个下边的一个大门 就组成的 原来这个老墙都是围墙来的 整个寨子都是用围墙围起来的 围成一个龙床形 在无声岁月中 老寨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曾氏子孙 也留下了这一脉族人 从始至今的生活印记 原治正十六年 一位叫曾启熙的人 从五华河口迁到这里居住 此人便是当地曾氏族人的先祖 宏姬宫 因其擅长打铁 便在今天汽车站附近的地方 设铺五间 附近居民闻知 争相来这里购买铁制农具和家用铁器 于是渐渐将这里叫成五间铺 现在的五间铺 早在漫长的朝代耕地中 渐渐被人改造 只剩下五间铺的第一间 依然静默在时光中 成了理发将曾华诚口中 讲述五金铺由来的开篇语 从由五间铺起 这个地方逐渐繁荣起来 有村落有集市 曾氏一族人口日趋兴旺 便开始兴办学堂 请名师教育子孙 到了清朝中期 用儒学的说法是五经慎父 而客家化的五间 又与五经谐音 于是五间铺改为五经父 后来任监察御史的近市秋九华 在这里的云岭斋任教 先后诞生了文武举人各一名 秀才数十位 文教如学逐步新生 直到近代 许多旅外的曾氏族人 都把发展教育 视为家乡发展的头等大事 这座兴建于十九世纪末的 仰光学校 便是由当时的曾姓华侨 捐建的 他就一心要办学 就把这个钱寄回来 我说我们这里的房间 就建了一座学校 英国人的 以前解放田叫那个 红马灰 现在就叫水泥了 第一次从这个马灰 用到五金赋来 第一次就用在这个学校上 大概到现在有 一百多年的旅行 正因五金赋 有着深厚的 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十九世纪末期 当国外先进文化传入后 便能在此迅速扎根发展 同时也让中国五金赋 在国际上 拥有一定的知名度 时至今日 在瑞士巴色会档案馆里 还珍藏着一幅 清末五金赋的手绘地图 当地居民很能够接受新鲜思想 新鲜事物 你看这张照片 照片是从美国南加州大学传过来的 你看照片中的人物 当时已经剪短了头发 拍的时候是1911年 当时已经是辛亥革命 我们不知照片中的人是谁 他们的后人竟在何处 可从照片中男童剃短发的情景看来 当时五金赋的居民 已经受到先进革命理念影响 剪除了长长的辫子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 思想上 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在南方的影响更是深远 五金赋自然也由此 伸直下爱国 求知 上进的种子 在苍翠如带的大北山下 龙山自然风景区 是五金赋的一个大景区 每逢春暖时节 近千亩硬山红 似乎释放出积蓄已久的能量 满山遍野 傲然开放 向游客展现迷人风景 也传送着 发生在这里的一段段 红色光荣历史 1928年 五华革命委员会 军事部负责人古大存 带领一支六十多人的农军中队 来到梅州八香山 开辟革命根据地 大北山毗邻八香山 因此龙山上也留下了 古大存的革命战斗的事迹 当蛇队伍里出了叛徒 他用一个桶装了半桶冷水 然后在上面慢慢倒进开水 然后让古大存去洗澡 古大存伸手去桶里捞毛巾蛇 发现那水 下冷上热 立刻就知道有叛徒 马上就离开 因为整桶开水太明显 用半桶开水 而且上面的水烫 洗澡才费时间 敌人才有时间抓他 这个故事在武经府流传甚广 人们钦佩古大存的机智敏锐 更钦佩他的革命爱国情怀 并以此勉励后人 传承先进思想 爱国奋进 今天的北山中学 前身是裴英中学 于1931年 由爱国华侨曾兆春先生创建 后曾改名道际中学 到1951年 正式改名为北山中学 80多年来 这所学校称为朝善教育的大后方 先后培育出 原广东省副省长曾定时 原中山大学校长曾汉民 还有汉头 玉淮中学签到这里就读的 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等等 数不清的人才 为中国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之乡 平出人才 爱国之乡 涌成仙人之志 七百多年来 武经府的先辈 以情操 以文化 以胸怀 以剑矢 一代代传与后人 而人们始终不忘 先祖曾鸿基的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 人们建设了鸿基公园 今天 鸿基公园 扩建成精岭公园 这里承载的名人精神 教导的孝道忠义 都是武经妇人 与世界共享的精神家园 上世纪末 北京人民画报社记者 特意前来采访 评价这里 可作为增式文物之典范 并将其全貌 载入世界客家人画册 与全球发行 自此 中国武经府再一次 以新的面貌 新的气象 走向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